人活着最大的乐趣,就是从痛苦中把快乐找出来,什么都追求好,是一种积极的思想,却不是最好的活吧,你随和,生活才随和,生活,总让人不知所措,无关紧要,却能让心伤痛,因为在乎,无所畏惧,却害怕悄然逝去,因为在心,无法预料,却一直在走,因为活着,因为信念,人, 永远是矛盾的主体,人生,没有一种痛苦会永远伴随着你,没有必要陷在自我的漩涡里走不出来,痛苦只是一个过客,是来磨练你的意志,考验你的信心的,站起来,把困难踩在脚下,苦难,是一种沉重的财富,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,但是,从中的获利也更真实,因为苦难的作用就是将感受压缩, 让其更真实,经书苦难的过程中,就会更加了解自己,风雨人生,给自己一个微笑,做人要有一颗平常心,肤浅的羡慕,无聊的攀比,符桌的笑容,只会让自己整天活在他人的影子里面,我们应当认清自己,走自己的道路,过自己的生活, 人生就是这样,为了生存,为了希望,为了梦想,为了人生的意义,生命的价值,我们忙碌着,奔波着,在年劲中学会坚持和隐忍,承担与坚强,常常来不及细细品味,来不及给心放假,年轮一个个在无意中走过,我们努力着,前行着, 因为在路上,在坎河中,在风雨中,考验着我们的意志,锤炼着我们每一个人,我们应该做充满勇气的人,而不要做人生的懦夫,上帝从你身边拿走一样东西时,必定会给你留下另一样东西,当苦难来临时,不要将目光停留在那层痛苦之上, 而是要平静的透过悲伤,想想,从这样的魔力中,自己能成长什么,学着去主宰自己的生活,即使截然一生,放下一切,让世界恢复到本来的面目,不属于自己,不必在意,对自己不好,不必执着,放下,不是失去,而是一种收获,佛家云,放下,要家云,自然,如家云,客己, 学会放下,学会释放,收获顿物,收获自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